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这个关于第六讲 也就是我们asdolite系列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 关于mastermaster page对吧 这个master page我们知道这个叫 母板页啊 母板页 也包括我们的导航空间的使用 主要是三个基本的导航空间啊 一个母板页 三个导航空间 主要是我们这一张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有这张那种出现呢 所以让我们想一想啊 比如在我们以前的版面里面 比如在这个03版面上面啊 这个是03的吧 可能有没有用过 对吧 那么03下面 当我们需要把一个页面的公共部分啊 给组织起来的时候 我们只能怎么做呢 利用用空间 那么在我们的很多页面上 你可能发现有无数个用户空间啊 当然今天我们依然会用到用空间 对吧 但是它的作用啊 明显的比以前的这功能要降低了很多 比方的作用在功能上面 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我们的master page所提债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master page呢 简单的说啊 我们的master page 我们先穿过页面 对吧 我们把我们笔记做的地方 网站刚装了系统 对吧 所以这地方显示出来的都是一些老的东西啊 换位置装起来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啊 在我们这个每个网站上面 对吧 我们都会发现有大量的页面都是重复的 特别是以我们的这种购物型网站 对吧 还有我们这个书店 网上书店 这种模式的啊 那么这些网站你会发现 它的页面基本上有很大一部分 比如说它的头部分 它的脚部分 它左边导航部分 对吧 它基本都是重复的 基本都是重复的 对吧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 这么一些同样的东西啊 或者重复需要去处理的东西 如果我们单独去做的话 那如果一旦我们有修改的话 我们将会面临着大量的修改 对吧 这显示是不利的 那么这一点在我们这个asdleton里面 也在我们的vs208里面啊 05和08里面 我们都提出一个概念叫模板啊 叫模板 对吧 模板的目的就是将我们页面的公共部分 将我们页面的公共部分啊 给统一的组织起来 比如提供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统一风格 通过模板页 它的目标是给整个网站提供一个模板 比如你做PPT的时候 对吧 那现在看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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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 对吧 那每个页面我们发现这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格式 对吧 它怎么来的啊 对 我们每个页面的这个每个PPT的左向的这个地方 它都会有一个标 一个一个很统一的东西 对吧 那么这是通过我们PPT的这么一个模板 对吧 模板 模板来实现的 那我们在编码的时候 我们有网站 对吧 网站也会有很多种结构啊 比如像我们这地方看看 网站页面的一个点击布局啊 就有这种是 看第一种啊 它属于一种 上面是做广告的吧 像其实这个一个模式 你们看上面都是做广告的啊 一般都是广告或者是公司的一些呃 什么公司的一些log 一log 对吧 或者是一些什么 呃 广告性质的东西 对吧 那么左边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做的是导航部分啊 左边这个最左边这个地方 一般做导航 啊 还有很多月面的这个最下面一般会做一个公司的一个 什么一些什么 比如说网络的这个备案啊 对吧 公司的联系信息啊 对吧 等等一些基本信息 放到它的下面啊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这个页面的夜角部分 对吧 啊 夜眉 夜角 左边部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它分成了还是中间部分和右边部分 对吧 这种属于四个方块的格式 比较适合于放新闻啊 新闻 对吧 那这种这种跟我们又不太一样 对吧 它主要适合于做什么 你看这里 信息量比较少啊 因为它组织不需要太严谨 对吧 分成了页面 分成了很多很多块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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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像现在一些这个log log 一些个人的这个博客之类的 就喜欢搞这种随意模式啊 对吧 有一些这种模式啊 那这里面属于我们网站的一些典型模式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每个页面可能都是这么一种统一的格式啊 那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一般来说啊 在页面部分的就是它页头部分 页的头部分 以及它的左边部分 还是什么下角部分 对吧 可能可能面临就是同样的东西 那么这种同样东西 在我们一天秒钟 我们可以通过一天秒钟的一个叫 这个吗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模板 对 这个模板 对 一个有自己的模板 通过编辑它的模板 没实现 对吧 但是它不能实现动态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毕业的东西 对吧 那么在这样中是通过什么东西的实现呢 他通过了这个include 对吧 include include 包含进来啊 把一个文件给包含进来 那么在我们s 中提供更直观 更直接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我们这里放的 模板一 模板一 来加个注释啊 加个注释啊 这个叫说明啊 叫 readme 是吧 关于 模板一啊 对吧 模板一 什么叫模板一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这地方的 所以这地方的模板一啊 叫master page 对吧 那从它应用意识来看master 是金钟主人的意思 对吧 比如说它 在这个整个网站里面的作用啊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页面 对吧 master page 模板页 它的作用 它主要目标啊 是将 页面的统一 啊 将页面的统一部分 或者说是叫公共部分啊 将页面的公部分 公共部分 组织起来 形成自己的模板 对吧 对吧 形成自己的模板 模板 模板 是吧 形成自己的模板 对吧 形成自己的模板 那么它的好处是 当我们啊 当 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页面 对吧 这个公共部分 需要发生变化的时候 发生变化的时候啊 那我们只需要 修改 干部吧 对吧 就实现了 网站 那我们只需要 把这个模板改一改啊 就实现了网站的 统一 修改 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对吧 它目标就是一个统一修改的呗 提供了公共的一个样式 你可以认为 对吧 它目的就是提供了一个公样式啊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一些网站的啊 它提供了什么定制样式 对呗 它公司的网站可能提供了很多种版本啊 各种各样的风格 对吧 还有很多种风格啊 所以每种风格就是一个模板 对吧 一种风格就是一种模 这个模板 你可以干什么 对吧 那将页面的公共部分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模板 对吧 也可以怎么提供统一的风格 对吧 提供统一的风格 风格 对吧 提供了统一的风格 我们后面会做这么一个衍生例子 对吧 那么具体的怎么来做 对吧 或者怎么来用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首先我们加一个页面 加个文件夹 这是用了放我们的模板的啊 我们叫它 master 我们就叫它master 或者叫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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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夹 对我们就叫他master 或者叫mp部分啊 master 配对吧 我们就叫他mp 在这里面我们怎么做啊 首先我们看当前页面 当前的页面 当前页面啊 它的变化 对吧 把这边来 设计部分 一个页面里面有个page 叫当前页面 对吧 看这个地方啊 这是属于当前页面的一个信息 对吧 那么模板要提供跟页面一样统一的风格 它意味着它和页面是应该差不多的 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啊 它确实是差不多的东西啊 我们可以来看看 对吧 在这地方右键 添加形象 这里有个叫模板页的 它的后组名是master 后组名是master 对吧 这是一个通用模板 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同模板 可以吧 或者我们做个统一模板啊 我们就叫他nomo 对吧nomo 基本模板 叫基本模板 那这地方就有一个将代码放在单独的文件中 试点啊 尽量让它做成单独文件 对吧 然后这地方我们点添加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产生那个叫nomo.master 这么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 大家看看 我们放看这里 除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看啊 前面是一个低货子一面 你比较看看啊 这两个页面有什么区别吗 主要提供就在于 这地方叫page 而这地方叫master 对吧 这样子表明了 它是一个页面 而这里是一个模板页啊 除此之外 其他部分看起来都差不多啊 这种事件提交 对吧 货台这个货台代码在哪里 对吧 继承了谁 那么编码过程也是一样的 看啊 我们去查看他的这个 这个代码对吧 点这里 你看 代码一回是一样的编码 过程全部一样 所以说 我们的模板页和基本的页面区别 基本上不大 主要的表现区别在哪里的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的模板页中 这是它的标签啊 这是我们模板页的标签 对吧 而普通页面的 它和普通页面的区别啊 普通页面的是什么 普通页面的标签 这地方是这样子 而这地方换成了 配置 对吧 换成了配置 这里叫配置啊 这里叫master 这是第一个区别啊 第二个 那我们注意 在master中 为了表明它是个统一模板 那么在这个统一模板中 我们想一下啊 一个页面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公共的 就是它是固定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怎么样 是表明是可以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应该要区别出普通页面和我们可以修改的那部分啊 就是浓修改的部分和不同修改的部分是应该有区别啊 那这样我们来看一看 设计里面来看看这个外形一下 表面看起来好像看不出来 对吧 你直接到这里来看看啊 它的内部元素里面又叫contest contest placeholder contest placeholder 下面一个contest placeholder 又一个吧 对吧 这是干嘛呢 这什么意思啊 这里面 这里面 我们注意看这里吧 contest placeholder 找设计 仔细看啊 这个是表明页面的可变化部分啊 那这种标签啊 这是个证位符 那这个啊 是证位符 我们把这个结束标签写这里 那它是页面的证位符 表示 那它表示了什么呢 在 在 在页面 它表示页面的 可以 可以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可以修改的地方啊 页面 嗯 不同的 地方 表示页面不同地方 或者是表示它可以编辑的地方啊 它代表了在我们不同的指页面上面 这块内容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它是有变化的 同意是吧 它代表了在不同的页面上 它是可变化的这部分 那么为了体现这个地方的特点 对啊 我们会把这个页面先这样的给给删掉 对吧 我们来添加一组页面 可以吧 添加一个 先见个文件夹啊 我们叫它是通常的页面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页面啊 那这点我们所有页面 我们都把它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 可以吧 都把它放在一个文件下面啊 比如说我们这是我们的 我们放到N下面 对吧 按下面 然后我们去新建我们的页面 普通页面啊 新建一个普通页面 这个普通页面怎么做的 对啊 以前我们都是新建普通页面 直接点添加OK 是这样吧 那么它就是普通页面啊 那这地方我们有了模板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地方我们看看啊 web传体这边有点选择模板页的 把它勾起来 我们选择一个模板页 因为我们的模板已经有了 就在这里对吧 我通过这个模板来创个页面 试试看 找了这个模板 可以吧 点确定 那么这时候就敞了一个页面 叫default页面 想看看啊 那这个页面中我们看看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的这个 我们通过模板页生成的页面 通过模板页生成的页面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进行编辑的时候发现 只有这一块是可以编辑的 而其他部分都是鼠标变成了 不可编辑状态 说明问题 我们的 我们的contest 对吧 它代表的页面 代表的指页面 可以发生变化的部分 表示是吧 指页面 指页面不同的地方 或者说是可编辑的部分 对不对 代表的指页面可编辑的区域 它代表的是指页面可编辑的区域 这是个正位弧对吧 代表可编辑的部分 注意一下 那么在我们指页面中 是怎么去用它的 或怎么去处理这个地方的 比如在写的东西 对吧 怎么放出来的 对吧 那这样我们看看拆分 或者上的圆部分 你仔细看 在我们这个页面中 你会发现 上面有一个坑泰斯 博泰斯厚度一对吧 又有个坑泰斯一 这里有个坑泰斯二 这什么意思呢 你仔细看这地方 用这边有两个坑泰斯 博泰斯厚度 这地方这一部分是没必要的 你可以把它给 给拉掉这边 给上点了 不要 那么这样子 在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看 这一块的人就得不要了 准备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正位服 正位服的部分 是由谁来填充呢 是有一个页面的 context 叫内容页 来填充 它表示指页面可编辑的部分 将会被 将会被 此页面 此页面中的 这个啊 就是内容页部分 这个部分 所填充 由它来填充啊 对吧 它将会由我们的被 此页面中的这个部分 所填充 注意点啊 这个部分是由它的填充 那这地方是怎么找到它呢 这边有个叫 context plusholder1 代表了这个内容页 将会填充 母板页中的这么一个叫 context plusholder1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将会被子页面中的内容页 内容页 context 由它来填充啊 是吧 这就是我们母板页和普通页面之间的关系啊 很简单 对 很简单啊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母板页和普通页面的区别 基本上很少的吧 就是master 这地方是配置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有正位符 普通页面没有 对不对 那么这个正位符将会被子页面中的内容页所证据 这样子就达到了我们的母板页 对 就达到我们母板页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就可以形成母板页 我们可以来看看 这种统一风格有什么好处对 你来看看啊 这是我们一个地方对吧 很小不好看 那我想根据我们需要把这个母把这个页面布一下怎么布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部分的布 按这个第一个 第一种方式啊 我想按第一种方式的布局 上面放口告 左边放什么导航 中间放可变化部分 可以吧 我会这么去设计啊 那这样子我们来看看找到母板页 这里啊 找母板页 修改我们的母板页怎么改 对不对 这是个正位符 现在用不着吧 用上面说网告啊 把它给拉掉 对吧 他说这个如果修改这个区域 那么所有的附加网页都会怎么样 对吧 因为这点内容也是正用的他 对吧 我们会点四 不理他啊 这样子回来之后 你看这地方 没缘吧 对吧 他不影响他的变化啊 我们回这边来继续 修改我们的母板页中的母板怎么去修改吧 那么这个布局我们一般来说 你可以通过拆分窗口的布局 或者是通过其他窗口的布局都可以啊 多行对吧 那我们的设计 我们就一起来设计一下啊 怎么设计法呢 只有表单提交对吧 那我回这地方来插入一个插入一个表吧 对吧 那这个表的宽度是多少呢 因为现在我们是1024乘以 1024乘以768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分成几块啊 看地方怎么区分 这个页面的这种布局怎么不比较合适啊 我们回头来看看对吧 通常的页面布局主要有什么呢 一种是table合适的 表格式布局啊 简单方便 主要用于早期啊 主要用于早期 早期的脚本并不是太多啊 用表格定位分成方便 对吧 因为表格就好像一个正位一样对吧 他哪里有个格子就代表他这样给填数据啊 他就把它填起来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测试于div和css 他主要的宽度在哪里呢 对啊 第一个美光 用样式 比较的div的样式和css 样式修饰很厉害啊 第二个脚本处理 我们的脚本在处理div和css的时候非常方便啊 对吧 有很大的优势啊 包括流浪数据上面都有很大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很多时候都是 一块一块的往下面刨出的 就是你开新浪网是吧 他先会把上面怎么图片 一层层的 你感觉好像就跟一个换转一样对吧 先把上面部分给你看 然后慢慢的往下面转 慢慢的慢慢的显示下面部分 对吧 他不会说等半天才会最后搞一个页面给你看 对吧 这个交互讯就差多了 对吧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建议大家用div和css的布局啊 当然在内部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用特别的处理啊 比如这个div中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个特别 对吧 在一个div中 我们再放上特别 这是常有的啊 常有的对 那么按照这个布局 我们怎么来布 怎么来布啊 看好了啊 那么我要让我们页面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啊 打气劳了 比如说我现在是1024下面我们的布局对 那么到了这个比如说 1280 或者更高分辨率的这个情况下里面 希望页面 任人不会被破坏 或者说我们希望这个页面能怎么样呢 而页面的这个分辨率越高 我就让他居中 自动的居中对吧 那你先比如说像我们新浪网等等网站啊 都是这样子对吧 如果你的这个分辨率提高了 他的页面怎么样 他会自动的往中间居中 比如像我们移动网是最明显的对 新浪网不太明显 新浪网是自动的 全部扩大和缩小对吧 他全部是百分比处理的 那么如果你想的那页面始终是居中的 对 如果这个边上的空格很多 你就让他显示两面的空白了 对吧 你这么去做啊 怎么做 我们先是这么设计的 首先啊 你要去做一个div 不是放表是放div 那么这地方的货对 这个表张设计啊 这地方的表张设计 你暂时可以先把它给拉掉对 你可以暂时不放在啊 当你放在他里面设计 这也是行的对吧 也行啊 无所谓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去做个什么呢 放一个div 进了怎么放啊 在一天秒钟 一天秒钟 找一找对吧 一天秒 这一个div 这里啊 拿出来 这样是有一个div的 来看看啊 看你 他给我们的 在这里发啊 是个div啊 如果你看这个表张不爽的话 对不对 会看不舒服 觉得他影响你也不就把上了 后面我们再做 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加 我们做个div 来布局 第一个div 已经出现 第一个div 出现 那么我那表明他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设定一下他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样式对不对 你可以设定一下样式 我们的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你也可以做样式表来处理他是不是可以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到样式表怎么去做比较合适啊 我建设可以这么做啊 因为你要做样式表对不对 我可以加一个文件夹 叫css 右键添加形象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css 对吧 但是我们加一个样式表文件对不对 那就是这地方的 咦 没看到样式表 找一找呢 无法 样式表 杰斯库里 这里啊 对吧 一个样式表 这是一个基本的样式表啊 对吧 我就叫star sheet 就怎么换着 那样式表中你讲怎么去说修饰他 比如说我们的div对吧 所有的div我想做成统一的样式 怎么做啊 比如说 所有的div就是统一样式 怎么做 注意下 那么所有的div现在是统一样式 我可以这么写 第一个啊 我们可以写一个 型号 div 然后我们这地方 有什么特点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表呢 将来型号的都是叫id id id选择器对吧 如果是点的话就代表是内选择器 这是一个id选择器 我们右键 看到啊 生成样式 所以把它选中 对吧 选中 你开左边工具箱里面也有这个 没有 左边没有啊 那我们这地方右键 对吧 这样有啊 生成样式对吧 你点下他对 所有的样式出现了啊 根据需要去生成就行了 对吧 那这点我们生成的样式是右键 生成样式 那我们选择了 比如说我们主要是边框 边框的处理啊 边框全部相同对吧 边框的宽度是sing啊 sing 细边框 细边框啊 边框的颜色给一个 给个颜色啊 取个颜色 比如说取一个 然后 可以吧 我取个颜色啊 边框的取个颜色 对吧 然后点确定 其他的就不做了 那这样子我们的样式就出现了啊 一个是边框的宽度 一个是我们边框的颜色 对吧 这样子写完之后怎么去应用到我们的这个 呃样式表中去啊 怎么应用到我们的页面上去呢 我们回到这个母榜的地方看 因为所有的div 它都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你看啊 名字的时候是有个id啊 这个id啊 这个id我们可以叫它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叫它 那我们可以叫它id等于div ss div css 完之后你看这个 呃这个div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可以看看这边 啊 div有什么变化 或者里面上就能看出来 他说不匹配是吧 不对应的contest 为什么不对应呢 好来看看 主要是因为这地方 他对应的是contest 啊 对于某版中的contest plusholder1 看看某版 contest plusholder1是没有啊 对吧 所以他不匹配啊正常的对不对 不匹配正常的别理他 那么这样我们的布局是 宽度和高度的设计问题啊 宽度和高度的设计问题 所以这样我们会把它设计成是 继续修改我们的宽度 样式啊 start 比如说宽度 忘了 因为我们让他要居中啊 整体要居中对吧 所以我们设计的宽度是百分之一百 解脑了啊 现在解脑了这是百分之一百 宽度是百分之一百 由他和整个的窗体是一样大的啊 然后在这个div中 你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我们的 所有的布局吧 比如说头部分对吧 再写个div 那么这个div里面我们写个名字对吧 叫什么名字呢 比如说我们叫他 div 头啊 div div 可以 可以吧 那么这个头部分我们的宽度 假设我们设计我们的页面 我们考虑就是1024的用户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宽度是1000用户 可以吧 1000个像素啊 那让我们可以设计 哇 对吧 宽度 1000个像素对吧 1000 很大 1000已经很大了 1000个像素 或者你搞小一点对吧 比如说900个像素 我做个像素的 都可以了 他会有一部分是居中的对吧 那这样的追踪了吗 没有啊 因为你的内容 这个div没有设计对吧 所以这地方我们再加 属性 testenlong 对吧 文本的对写方式是 文本的对写方式是testenlong 编辑器也没设备出来啊 正常对吧 所以很快就能出来 先设计 再回来 好像真的没设备出来的 这个是第一个是宽度 1000个像素 第二个文本的对写方式对吧 testenlong 是居中的 好了这样就ok了啊 这样就ok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设计一下 把这个人是百分 去错误 对吧 下面讲我们设计的是1000啊 1000这个div是1000的 这是我们的头部分 对吧 这是我们的头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做我们的中间 那个横着的一块 对吧 中间的横着的一块 横着的一块 我们可以写的什么呢 写个div 那么他和前面一块的区别大 主要表现在 主要表现在我们来看看对吧 那就是这么一块啊 两块在一起吧 对吧 中间这块我们预留着 待会我们准备去做这个 我们把他留起来啊 那一样的宽度1000 只是我们没有做其他的东西 对 没有做其他东西啊 这个我们叫他 待会我们可以做一个 入场吧 继续往下再加一个 那我们可以直接拷贝这么一个div 你可以直接拷贝啊 第三个div 对吧 这个是我们中间的body部分 body部分啊 body部分啊 body部分 第四个最下面的脚部分 对吧 脚部分啊 我们叫他div foot 那这样子我们整个页面就有四部分吧 当中间这块里面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div你可以把它搞得很高啊 你可以去把它选择div4对吧 你给它拉得很大 是会这样的 那么第一个div里面 因为你要往上面去放这个广告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去把它选一下 注意选下面啊 选这里一点就能点到对吧 那选这个格子的时候 你看你选择第几个div对吧 你是能选的啊 对吧 向这地方可以帮助你更进一步去选择谁 更进一步选择谁啊 那这个格子我要选择这么一个div黑的对吧 点一下他 那我再拉一点点你想做广告之类的 那这里就放广告了 对吧 你就可以放广告了 这是这么一个地方的广告啊 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个在编码的时候 你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好看 对吧 把这边给放了小一点小一点 对吧 然后继续布局怎么不呢 上面是广告对吧 那我们就做个广告吧 实际上做广告出来 广告里面是需要图片的啊 所以在整个项目中右键 大家往前讲 这是专门用的放图片的 叫image 对吧 我们叫他image 专门放图片的 那么这个广告现在我们可以去 自己做一个啊 简单做一下对吧 我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对吧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多框多高的一张图啊 你根据需要去做一个对不对 做多框多高 到底多框多高 应该是超过这么多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广告部分 你可以这里面配上你的字 写上你的广告 等等的内容就可以了 对吧 让这里面写上几个字对不对 这个背景不好看 贴上看 对吧 太难看了不要 我们搞个字去搞个笔去写点写个几个字就行了啊 对吧 我 我 你 他 对吧 就写了这么一个广告啊 我你他存一下 保存到哪里去 我们就放桌面啊 这是我们的广告对吧 我们叫ad ad 滚完之后 把这个ad广告要放进来吧 我们把它给 剪进来啊 贴到我们的 第一媒体下面啊 直接粘贴 贴到 贴错了 贴一下 就贴进来了 那我们将会把它放在这里做广告啊 所以是怎么做 是做背景图片好呢 还是做 放个什么图片空间这里好呢 大家自己就选择了啊 自己选择啊 这里是有选择的 是不同的 因为有时候你这地方设计到你的广告要发生变化的话 那是意味着你要 把这个广告要进行处理啊 所以这时候你在这地方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放个 一美体 你放个一美体图片 那么放完一美体之后你就发现怎么样呢 这样显然会 这是我们的一美体啊 拉 大对吧 拉说很难拉怎么办呢 拆分参考 你看看一美体是有宽度啊 设计下对不对 宽度是等于百分之一呗 对吧 百分之一呗 他在哪里啊 他是第一个div 头里面 那div的框度是1000 对吧 那意味着他的框度就是1000 一样是1000啊 对吧 高度上面他应和他一致 对吧 52 那么这地方我们给个51 有点点 就行了对吧 然后这个图片 他的来源啊 他的图片应该在哪里 他图片来源在哪里 对吧 这样一个叫他的图片 image url 图片在哪里 选一下啊 对 直接选一下图片 这里 找到我们的这张图片就可以了 那么也可以在哪里设计呢 你可以在这里放啊 这样右键 属性对吧 你选择image 因为有个属性对吧 叫 image url 没想到啊 稍等 也在里 看不来 反应够慢的 这个是08边系的这个问题对吧 就是记住一下 这个页面暂时还不能用对吧 现在暂时三六吧 待会我们重做 好 应该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看这个image一对吧 他是一个头部放应该这地方 对吧 image url 直接点一下就出来了啊 非常方便对吧 非常方便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头部分 ok 中间这个下面这一盘啊 我们想做一个居主 左边啊 因为我们大会要显示一个叫面包系的功能 左边啊 所以我们的暗改成叫 左边 三层 对吧 一般来说在我们这个bs开发这块里面啊 我们通过上的属性 只要通用的属性啊 在右下角的属性里面都能找到 如果找不到 就到原代码中自己去改 一样的啊 这里面是对应的 对吧 只说这种更直观 这种是更考验你的这个代码的一个设备能力 对吧 什么能力啊 回来这里来继续 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是要干嘛呢 我们是要做用的做网络了 对吧 做那个导船部分 当前位置 暂时还没有做 对吧 当前我在这个网站的什么位置啊 当前位置 然后中间这个主体部分应该会怎么样 中间的主体部分应该会 发生变化的吧 他不应该就这么 是这样子啊 应该是要分成左右两边对 还分成两块 既然要拆分 那我们来看这地方怎么拆 怎么拆法 那看我们设计里面怎么设计 那么如果让我们去洗蛋了 还是说在这个叫40的部分 是又要放两个div啊 他面临着又要放两个div啊 他也要放两个div 一个叫左边部分 一个叫右边的部分啊 那么左边部分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他的宽度是多少 对不对 左边部分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那我们放个div 这个叫div left 左边部分 他的宽度应该只有150左右 或者180 那宽度是180 而右边部分 右边部分 是应该还有一个 右边部分 在这个div里面啊 你可以看这个视图对吧 他现在是正在中间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右边部分啊 div的右边部分 对吧 叫rot rot 右边部分啊 他的宽度应该是除此之外 对吧 那应该是820 这样子是就有两个div了 当问题是这两个div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那个问题的 你仔细看看 他听话了吗 根本就不听话啊 对吧 根本就不听话啊 他自己撑跑了 对吧 那他自己跟着跑了啊 怎么办 回家吧 你们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body部分 对吧 这是我们下面的那一行div 那么这个里面要让他们平行着放啊 什么个方法 你可以选择高度吗 可以暂时要不要无所谓啊 自己到时候就拉起来 这个无所谓啊 主要是什么呢 他有个属性啊 有个叫flot的属性 对吧 flot是向左对席啊 这表明是水平的一个滚动量 对吧 水平的滚动量 那这样子吃完之后 我们再去看看啊 看什么呢 看见两个有没有水平的平起来 仔细看 仔细看 是一样了吗 div left 左边的这里对吧 div rout 右边的 诶 右边怎么这么啊 div left 这里 rout rout好像把它给盖起来了 是给盖起来了 我们看代码什么原因啊 呃 宽度1000 对吧 这个放这个div的里面 这个div的内部 左边float 宽度180 高度 别射了 高度不要了 仔细看看 这是rout部分 neft呢 neft好像被给 好像被盖住了啊 感觉是 对吧 好像是被盖住了啊 被盖住了 那么怎样子保证他们是统一的这么一种风格啊和左边一块右边快的吧怎么样的好看啊 这时候表格出现出到它的方便的地方啊 对吧 如果你在这个div中你把它插成了 一个表 再试试看啊 对吧 对吧 这里这是我们的一个div 暂时我们先把它的属性也稍微的 打一个啊 div的中间部分对吧 body 这里 这里吧 它是居中的啊 它默认是居中的对吧 我可以让它居左或怎么样子 对吧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往里面放个表 这样表就很奇怪了啊 一行两例 它的目标是把它把这个中间部分分成了两块 对吧 左边一块右边一块 它目标是把它分开对分开啊 比例嘛 但是百分比对百分比啊 所以我们点一下 确定 当然了监据之类都不要了啊 全部都改文明 全文明啊 出息什么之类都没有对 全文明 这是这么个地方 点一下确定 div就被测分两块吧 是左一块右一块 而且这个地方的表格啊 可以根据需要把它调整一下 怎么调整法呢 因为我们限定的时候 左边是多少 右边是多少 是有限制的 这道语言啊 不喜欢这种拆分通过 对吧 你仔细看啊 我们当前的位置 左边应该是180 右边是放820 对吧 那我们可以进行布局 左边是180 右边是820 对吧 对吧 右边是820 再回去看看 基本上 差不多了吧 对吧 这是左边部分 这是右边部分 对吧 这是下面的一行啊 对吧 左边部分 右边部分就ok了 左边部分和右边部分就ok了 这是这么一块啊 这是设计部分 看看有没有变化的 似乎小了一点啊 DIV 是因为这个行的高度问题吧 TABLE中的TR TABLE的样式 行TD TR 一行 行的高度不够啊 对吧 是行的高度问题啊 对 行高问题不影响它啊 我们继续的往下走 就往下走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分成了左右两块啊 左边块 右边块对吧 这样就ok了啊 左一块 右一块对 这张设计的时候 他总喜欢出这种标记啊 就这种标记对 这种DIV的选标记啊 看起来不太的舒服对 你可以去把它给给给给擦掉 或者这样子的啊 对可以去把它擦掉啊 起来麻烦 那么左右分局布局已经有了 下面我们继续的往下走 怎么布了啊 问题是这地方ok了 左边这块 你们要做什么统一布局的吧 我们把它做一建议做成是什么呢 这个DIV应该做成是 而且这单元格应该设计的布局是单元格的布局啊 回头看看单元格的布局 单元格DIVTD对吧 这个TD应该它的布局是水平方向是向左 对吧 对吧 并且垂直方向应该是VNL 应该是向上 右边的单元格也是一样的啊 就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应该是怎么样 多应该是 这个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设计对不对 还差不多出来了 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来设计它的内容就是什么呢 要把一个因为左边是做导航部分啊 是做导航部分 对吧 那我们会做一个导航的部分 什么导航法呢 拉大点 好看点对吧 右边部分也拉大点 对吧 是吧 你根据需要自己去拉啊 自己去拉对吧 这样拉完之后 把左边这块里面干嘛呢 我们可以设定它的是 我们建议是居中的 比较好看点对吧 居中可能会好看点 这样换什么东西啊 左边是做导航的吧 我们来看导航部分的拆机通通建 看这里导航部分对吧 那这样就有三个吧 其中 速导航 先看看啊 放这啊 速导航 放这里 这是我们的数据的导航啊 那么这个速导航怎么导航法 放这里也不管它 也不管它啊 我们只是放个样子的地方对吧 那么中间这块里面代表我们页面的可变化部分对吧 可变化部分啊 我们暂时的没有对吧 怎么办呢 它代表可以变化部分 这部分是导航部分 已经OK对吧 广告部分已经做好了 当前位置我们大概处理 那这样子我们去右边需要一个正位符吧 它在每个不同的页面上 它代表的内容是不同的对吧 有它的可修改部分是不同的啊 所以这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你需要第一步看看多大 大小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呢 是OK了吧 稍微有点宽啊 是有一点点宽对吧 宽了一点点 打给自己去调一下 那这地方我们可以去做什么呢 选择标准里面 这一方有个叫 contest placeholder 叫正位符啊 就是我们的内容页对吧 内容的正位符 拿出来往这里放 那么它代表这地方是有一个可变化的区域啊 这里是有一个可变化区域 到这里 模板页基本上完工 基本完工啊 那么比如说没完工 难道还有什么变化吗 有的啊 还是有变化的对 比如说 通过这个模板页 我们厂长两个不同的页面 一下看看啊 先将形象 第一个页面对吧 default一 对吧 选模板 第二个我们再进一个页面 default二也是这个模板页确定 对吧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一面啊 那我们仔细看看这一面 这样一面我们会发现他们怎么样 那是说很像 非常相似的吧 广告部分一样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我们左边的导航部分 可以看看对不对 来看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页面的 当前文字没写对不对 但是这是我们的default一页面吧 广告部分出来了啊 左边因为没有内容对吧 现在暂时看不出来 这个效果对不对 不所谓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 看第二个页面 一样吧 两个一面有统一的风格啊 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好看的 这个好像像是多了一点点啊 我们建议吧 像是稍微的调一点点 在哪里调 哪里调 这两面不用管啊 找到模板页 对吧 查看代码 查看我们的样式 就是原部分啊 你去修改所有的一面 将他们的一千改成 比如说 九百八或九百七左右就差不多了啊 如果全部要替换 你可以这么选啊 来看这有个空车f对吧 快速替换一千改成九百七这个相处 对不对 那我们全部替换 替换完之后 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大小 是不是刚好正好啊 那刚好是居中了吧 如果我们把它分辨率打高 他的啊 现在是居中了吧 我们现在去回去把分辨率打高 对吧 打了之后我们看这地方页面 你看 是刚刚就往中间跑 他刚往中间跑 对吧 他不会说出现几个左边或几个右边 就会让你很难看的吧 这样子他可以让你页面居中啊 让你页面去居中处理对吧 你可以再去把左边什么这地方 可以放点什么广告啊 什么之类的 给处理啊 这是你自己处理对吧 这是这么个地方 我们做一下啊 一般来说页面居中怎么处理对吧 他可以适应不同的分辨率啊 就是你不管什么分辨率下面对吧 一定二十以上的分辨率 我都能够正常显示啊 不会产生这个布局的一个错乱问题对吧 这是这么个地方 所以是怎么来的啊 是利用了像素上面的相对和绝对对吧 最外面那个是用 最外面那个是用相对的 就是百分之百 里面那个是绝对的啊 里面是绝对的 那如果像新浪网一样 你屏幕大了他就变大 屏幕小了他变小 但是那是所有的地盘 所以这些东西